开始我是被这张图吸引的 粉色的车雷飞温不是猛男赞的颜色吗 通过查资料 我了解到宝马公司针对不同的国家及配置 把原车自带的某些功能给隐藏了 需要用到OBD才能把这些功能释放出来 我们来了 今天跟大家一起看看能刷出什么 工具就是这么小的一个盒子 我把它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就有一个OBD的工具 它是通过蓝牙连接手机 在手机上操作的 具体这个东西就长这样 宝马OBD接口就在驾驶位置的这个 这边 这边 看到了吗 这个 把它插上去行 电源开关已经亮了 接下来就是用它们的小程序连接一下设备 连接好了 我们就需要选择车型 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支持的还挺多的 然后选择自己的车型 在这边我们就能看到支持刷的各种功能了 还是很多的 好多好多 给大家看一下 宝马原车自带的颜色一共是11种 但是它这个白色搭配其他的颜色 就多算了一种颜色 我们先刷一个颜色 来看一下具体的操作过程 然后这边就是设置以上选项 然后点击确定 连接上了 然后已经开始刷了 已经完成了 整个过程其实持续的 大概有一分钟左右 我们来看看效果吧 这个淡紫色呢 它这个名字不会变 但是它颜色会变 哎 对对对 就是这种颜色 具体的少女粉效果就是这样的 后排 好喜欢这个颜色 其他的这些功能呢 我待会刷好了 我就直接跟大家看效果 都应该不会变成了 水 的